这种舌头千万别疏干贱皮 补羊 吃再多的逍遥丸 父子礼中丸 身灵白竹散也无用 主宿难科问题 伴有前列腺增生 怕冷 腰膝冷痛 头晕乏力 有气无力 胸闷 时差 精神不振 小便不利 来看舌相 舌质淡白 抬白腻 齿痕舌 皮肾阳虚 寒湿上 所以会怕冷 腰膝冷痛 精神不振 小便不利 胃口颤 舌中根凹陷 皮肾气虚 所以头晕乏力 有气无力 防势短暂 舌边前鼓掌 干预 上胶气机不畅 所以胸闷情绪低落 很多人看到这 认为调理思路 疏干贱皮 趋失 再补皮肾 但为何他用逍遥丸 父子礼中 丸 身灵白竹散无用 原因就在这 舌面有余致点 尤其舌根不处 说明体内有余血 鱼血与弹食互结 所以才易患前列腺增生 鱼血会阻碍气血运行 加上体内寒湿上 气机不畅 气须推动无力 体内更加不通了 这种情况下 光疏干贱皮是没用的 因为含有淤血组织气血 更别提补羊了 一补就上火 正确调理思路应该 先血腐竹鱼丸 活血化淤 加加胃消遥散 疏干解育 加香沙六菌子丸 贱皮化湿 然后再温补皮肾 加香沙六菌子丸